会跳舞的鞋子 在森林里 动物们举办了一场表演跳舞活动 小兔子最爱跳舞 在舞台上 小兔子的表演式节目里 最受欢迎的一个 在星空的夜晚下 小兔子许了一个愿望 它希望能像灰姑娘一样 拥有一双漂亮的玻璃鞋 这时候 有一个可爱的小天使 听到后 笑了一笑说 我就送你一双跳舞鞋吧 小兔子从梦中惊醒了 发现身旁真的有一双跳舞鞋 小兔子 小兔子心里非常感谢和珍惜 小天使送的礼物 从那天起 小兔子每一次跳舞 都会穿上它 在月亮的照样下 在月亮的照样下 小兔子的跳舞鞋像星星一样闪闪的发亮 这时候 台下的狐狸 目不转睛望着台上闪亮的 跳舞鞋 它羡慕不已 当小兔子表演完了 台下的观众都鼓掌说好 回到家了 小兔子小心翼翼地 脱下心爱的跳舞鞋 把它放好 狐狐狐狐狸在想着 假如它穿上跳舞鞋 一定比小兔子穿得更好看 它左看看 右看看 狐狸竟悄悄地 溜进小兔子的家 把它的心爱跳舞鞋 换上石头 狐狸把跳舞鞋 埋在土地上 不让别人发现 表演时间到了 小兔子发现跳舞鞋 不翼而飞 只看见两块石头 小兔子 伤心又难过 天上的小天使 看见狐狸所做的坏事后 决定好好地教训它 当狐狸开心地 穿上跳舞鞋时 它的脚开始不停地 跳起来 狐狐狸 狐狸已经跳得逃婚眼花了 可是就是停不下来 说也奇怪 狐狸不知不觉 已经跳到小兔子的家门口 小兔子开心地看见狐狸 狐狸来拜访它 它热情地招待狐狸 进来坐一坐 这时候 狐狐狸吞吞吐吐吐的 一五一时告诉小兔子 并且把跳舞鞋还给它 狐狸非常后悔 希望小兔子能原谅它 搭影会改过自新 好好对待朋友 心宽大量的小兔子 不但原谅了狐狸 而且亲手做的跳舞鞋 送了给它 小兔子还邀请狐狸 一起上台表演跳舞节目 那一夜 大家都过着愉快的夜晚 在天上的小天使 也默默开心地守护着它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击伟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击众